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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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斤多不到三斤 然后看一下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的醋鱼 西湖醋鱼 208500克 一斤也就是一斤 我们要一个西湖醋鱼 这招牌的笋壳鱼还有草鱼和鲑鱼 这个是什么鱼 笋壳鱼 笋壳鱼是什么鱼 208一斤吃少肉嫩 四少肉嫩 对 有草鱼吗 有啊 我要草鱼 草鱼是吧 88 龙顶虾仁 白分 嗯 来个香菇菜式 刚才服务员介绍有一个鱼叫做笋壳鱼 它是500克 刚好一斤 价格是205 然后我们后面问了一下还有一个是草鱼 88块钱一条大概一斤半 所以我们点了一条西湖草鱼 它说笋壳鱼刺比较少然后没那么腥 但是草鱼的话刺会多一点 腥味会稍微重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两个人点了一个西湖醋鱼 一个虾仁 一个菜心 还有一个纯菜汤 它这个纯菜汤 服务员说是那个西湖里面的 我上菜了 �鱼 具有什么就几次 这有西湖 就是这有西湖 整个西湖 我觉得你怎么都不少 我看这么厉害 我看这个西湖 看这个西湖 我现在要尝一下 看一下 如果西湖 我现在要尝试一下 水湖 我们可以这边 真乱 哇 今天就这样 我们可以无论 所以口味稍微偏酸一点点 因为它在上桌之前就已经闻到了酸味 可能这个也是本地的一大特色 如果是不能吃酸的太酸的朋友 可能就吃不惯这道菜 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ن食咖啡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比人凭多